孙叔妹曾参加三立宗一台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,1993年儿童组过关,当时年仅12岁。 是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,出来的歌手里最有名,在演艺圈发展最好,最具代表性的歌手。 每次比赛从六个参赛者取前三名未免,共要未免20次,比赛当时创下空前绝后的记录,就是20周的比赛每一次都是第一名金代子,这个记录一直无人能打破,不管是儿童组或校园组,后来的参赛者多演唱孙叔妹的歌曲并以孙叔妹为榜样。 孙叔妹以她纯熟的唱腔连续未免,20次的第一名,因而踏上歌坛,成为台语歌坛的小天后,2005年,爱到侃站专辑荣获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。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,就在娱乐白小生,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孙叔妹。 41岁金曲歌后,孙叔妹近年转战戏剧领域表现亮眼,2021年以天桥上的魔术师入围金钟影后,她与潘莉莉,曾少宗一起出席公式人生剧展趁她还记得媒体茶叙,竟然透露自己已经开始物色疗养院,打趣表示,因为我一直很想退休。 孙叔妹在剧中饰演潘莉莉的女儿,面对妈妈罹患失智症,道尽身处三明治世代的困境,与弟弟曾少宗把妈妈送到疗养院的情节,让三人都感到无比悲痛。 孙叔妹,她厉厉被问到现实生活中是否先物色疗养院,她坦言若是失智,会比较想要到疗养院,除了有专业护理人员照顾,也不愿增加子女负担。 不过她也自信说,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失智,倒是一旁才刚过40岁的孙叔妹。 惊吐,我倒是看了几家疗养院,它就是设备很完善,有复健,运动,医疗还有一些课程,被众人调侃想退休。 她进一步表示,因为我没结婚,也没小孩,会提早思考这些,他们那种都是要排队的,不是你随时要去就有,可以先预约,还可以先试住。 笑说,其实一直很想退休。 孙叔妹坦言自己,有可能不会进入婚姻,身边有人还建议她去动乱,也许之后还能有后代,让已经升格阿妈的潘莉莉急劝阻,养小孩真的不容易,尤其是现代。 孙叔妹则表示亲友总说,有小孩比较有依靠,潘莉莉客观回复,这个很难说,我也不会寄望女儿。 女婿,或是儿子,媳妇,那些只是多烦恼而已。 近来更是有感于人生无常,所以已经先安排好身后事了,还特别交代经纪人。 若她发生不幸的意外,有两件事物必要帮她完成。 一是,帮我把为了拍戏烫卷的头发给烫直,我不要顶着一头大卷发走。 二是我名下所有财产,包括不动产,除了留给我爸妈,其他我要通通捐出去,反馈社会。 之前为了怕父母击欠债务,孙叔妹这几年来所有的钱,全部由公司直接转给妈妈。 自己分文位取,在跟家里领生活费,所以到底给了爸妈多少钱,她自己也算不清楚,经济方面父亲也毫无贡献。 孙叔妹无奈说,或许当孙叔妹,爸爸的确太沉重,让她无法低声下气找工作。 但是我终究地面对自己的人生,我主动和妈妈提议不再把赚到的所有钱交回她手上。 自己也存了第一笔积蓄,现在我最害怕接到家里打来要钱的电话,由于自己的坚持。 一年多来,孙叔妹才有了几十万元的存款。 孙叔妹说,他们总觉得我经常唱个两首歌就能捧回一笔钱,赚钱太容易。 谁晓得我在台北为了省钱,经常连续两天吃泡面,一个便当吃一天就能过活。 我不能忍受他们把我当摇钱树,又不把钱当钱的心霸,心妈心态。 原本家住高雄的孙叔妹,父亲从事玛瑙生意起家,由于当年景气如日中天。 孙叔妹还是个国小学生时,记忆里,家中顶楼的工厂一天就可以截获进新台币四十万元的订单。 白花花银两的进账速度直逼流水,而孙叔妹在衣食无余,奔驰车接送下也养成没有金钱概念的隐忧。 14岁时,孙叔妹在爸妈陪同夏北上参加三例新人歌唱排行榜节目。 在21周的比赛里,一路过关斩将稳坐冠军。 主办单位三例电视台捧上一纸热腾腾的合约将孙叔妹收编,网罗为旗下歌手。 想起台语歌手男位,孙叔妹最难忘的就是当年唱片公司为了省钱。 上通告的孙叔妹依旧穿起第一张专辑的宣传服上通告,哪只14岁的小女生正面临发育期,原本极西的裙子第二年再拿出来穿时,已是露出半截大腿的超级迷你裙。 好不容易公司千拜托,万拜托求来当年华氏收视率一把兆的综艺节目。 眼看录像时间已到,孙叔妹却因为上个电台通告延误了进棚实践。 当年一纸长期卖身器,孙叔妹的父母糊里糊涂把女儿卖给合约内容极尽刻薄的三例。 直到现在孙叔妹推出第十一章专辑,畅筹仅有微薄的十一万。 别人总是以为这些年,我唱红了,应该是个小富婆,天知道卡带现在哪有人买,奶还有得抽。 原本老板愿意修改合约,但条件是合约时间还得延长一年,因此作罢。 父亲后来投资的事业一蹶不振,转做投机生意,又是个无底洞。 幸好孙叔妹大子的善解人意,让她卧心感动,过去陪着她跑通告荒废学业的大子。 现在半工半读考上二级继续深造,如今姊妹俩最常做的一件事,就是关起门来担心父母不晓得又投资什么生意。 会不会又被人盗钱,骗钱? 还是哪天蹦出一大笔庞大债务,孙叔妹这一场,不晓得又得再唱多久。 孙爸爸与孙妈妈对关于孙叔妹讲述她们把女儿当摇钱树的说法时, 孙爸爸表示自己不善言词,由孙妈妈代表发言。 孙妈妈很客气地苦笑说,最近家里状况不是很好,绝没有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。 叔妹要存点钱,是我主动提出的。 她已经满二十岁了,是该留点钱在身边,而且她现在也会固定寄钱回家,多少钱不方便讲,有上万了。 孙妈妈还表示之前还有黑道,上门要两千万跑路费,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。 据媒体报道,孙叔妹初恋发生在高中十七岁,维持了三年多的时间,却因为家人极力阻拦,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。 之后,单身超过十六年,前两年,好不容易又谈了一场姐弟恋,恋情刚萌芽被拍到,却因为对方小她五岁,父亲再度插手反对,使她又放弃了这段感情。 不过,孙叔妹透露,家中并不催促她的婚事,只担心她会被骗,加上本身个性较为封闭,连带影响感情观,面对爱情很理性,觉得单身也好,随缘就好,不会特别憧憬。 孙叔妹从十四岁开始,就参加歌唱比赛出道,国中时,曾经在火车上听到几个大姐姐,当她面骂,长那么丑当什么明星,为此难过不已,也正因为如此,日后在路上若有人认出她,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,故意假装大舌头,或是脸歪嘴斜说我不是。 直到有次,孙叔妹被热情的摆摊妈妈认出来,她同样否认,却遭对方生气大骂,你明明就是,为什么不承认,当时,她先是感到丢脸又不知所措,后来才改变想法,调适心情,认为别人只是喜欢自己,想打个招呼,没必要去否认。 媒体报道,成功转战戏剧圈,台语金曲歌后,孙叔妹穿着短裤,大秀美腿和一名长相斯文的壮男,现身微风广场,壮男不时现殷勤,还主动搂她腰,孙叔妹也任对方的手在腰间游移。 小两口一路开心逛街,最后到影城看电影,全程互动亲密,大放放闪。 不过照片中,孙叔妹男友扶着她的腰,看起来关系已经很亲密,孙叔妹说,我爸看到报道吓一跳,想说,她是谁? 也问我为什么男生手要放我的腰,搞笑的是,剑抱后,她才问男友当时怎么把手放她的腰,因为孙叔妹当下浑然不觉,她后来跟我说是怕我跌倒。 一人恋爱普遍比一般人辛苦,孙叔妹男友又是圈外人,问她恋情曝光后,男友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? 孙叔妹说,我有问她,要不要就别再继续交往,但她跟我说不要担心她,她不放弃。 两人目前对感情有共识,虽然工作忙不能常见面,但彼此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 经纪人球球也很开心她,终于有新恋情,她很懂事。 我们的观念,价值观也很相近。 孙叔妹系数被男友打动的原因,球球也透露在追求过程中,孙叔妹有感受到男生的诚意, 强调,她真的是个很单纯的人被媒体拍到的照片中,男友看起来和孙叔妹年纪相当。 不过孙叔妹害羞坦言,男友年纪比她小五岁,更直呼,我以前是不能接受姐弟恋的。 一直以来,孙叔妹的父母都管她很严,她也曾说好有些经验都觉得追她的男生不够好, 常挡她桃花,这次恋爱对象是长辈朋友的小孩。 孙叔妹说,我们认识不久,因为身旁朋友都觉得这个男生不错,鼓励我跟她出去走走, 两人约会见光后,孙叔妹父母才知道恋情,尽管已经33岁了, 妈妈仍对她耳提面命,要她不能让男生知道家里住哪,也不要跟她单独出去。 求求形容孙叔妹,男友是常带着微笑,很有礼貌的男生。 巧合的是,男方和女方父母其实有共同朋友,但之前小两口一直没机会认识, 爸妈是否有想亲眼看看男友? 孙叔妹有点紧张地说,有啊。 他们说,要来台北跟男生,还有他爸妈吃饭,但我可能会因为工作太忙,没有办法去。 孙叔妹曾参加三立宗一台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,1993年儿童组过关,当时年仅12岁。 是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出来的歌手里,最有名,在演艺圈发展最好,最具代表性的歌手。 每次比赛从六个参赛者取前三名未免,共要未免20次。 比赛当时创下空前绝后的记录,就是20周的比赛,每一次都是第一名金袋子。 这个记录一直无人能打破,不管是儿童组或校园组,后来的参赛者多演唱孙叔妹的歌曲,并以孙叔妹为榜样。 孙叔妹以她纯熟的唱腔连续未免20次的第一名,因而踏上歌坛,成为台语歌坛的小天后。 2005年,爱到侃站专辑荣获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。 41岁金曲歌后孙叔妹,近年转战戏剧领域表现亮眼。 2021年,以天桥上的魔术师入围金钟影后,她与潘莉莉,曾少宗一起出席公式人生剧展,趁她还记得媒体查续,竟然透露自己,已经开始物色疗养院。 打趣表示,因为我一直很想退休。 孙叔妹在剧中饰演潘莉莉的女儿,面对妈妈罹患失智症,道尽身处三明治世代的困境。 与弟弟曾少宗把妈妈送到疗养院的情节,让三人都感到无比悲痛。 潘莉莉被问到现实生活中是否先物色疗养院。 她坦言,若是失智,会比较想要到疗养院,除了有专业护理人员照顾,也不愿增加子女负担。 不过她也自信说,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失智。 倒是一旁才刚过四十岁的孙叔妹,惊吐,我倒是看了几家疗养院。 它就是设备很完善,有附件,运动,医疗,还有一些课程。 被众人调侃想退休,她进一步表示,因为我没结婚,也没小孩,会提早思考这些。 她们那种都是要排队的,不是你随时要去就有,可以先预约,还可以先试住。 孙叔妹坦言自己,有可能不会进入婚姻,身边有人还建议她去动乱,也许之后还能有后代,让已经升格阿妈的潘莉莉急劝阻,养小孩真的不容易,尤其是现代。 孙叔妹则表示,亲友总说,有小孩比较有依靠,潘莉莉客观回复,这个很难说,我也不会寄望女儿,女婿,或是儿子,媳妇,那些只是多烦恼而已。 近来更是有感于人生无常,所以已经先安排好身后事了,还特别交代经纪人,若她发生不幸的意外,有两件事务必要帮她完成。 一是帮我把为了拍戏烫卷的头发给烫直,我不要顶着一头大卷发走。 二是,我名下所有财产,包括不动产,除了留给我爸妈,其他我要通通捐出去,反馈社会。 之前为了怕父母击欠债务,孙叔妹这几年来,所有的钱全部由公司直接转给妈妈,自己分文位取,再跟家里领生活费,所以到底给了爸妈多少钱,她自己也算不清楚。 经济方面,父亲也毫无贡献。 孙叔妹无奈说,或许当孙叔妹爸爸的确太沉重,让她无法低声下气找工作,但是我终究得面对自己的人生,我主动和妈妈提议不再把赚到的所有钱交回她手上。 自己也存了第一笔积蓄,现在我最害怕接到家里打来要钱的电话。 由于自己的坚持,一年多来,孙叔妹才有了几十万元的存款。 孙叔妹说,他们总觉得,我经常唱的两首歌就能捧回一笔钱,赚钱太容易,谁晓得我在台北为了省钱,经常连续两天吃泡面,一个便当吃一天就能过活。 我不能忍受他们把我当摇钱树,又不把钱当钱的新爸,新妈新太。 原本家住高雄的孙叔妹,父亲从事玛瑙生意起家,由于当年景气如日中天,孙叔妹还是各国小学生时,记忆里,家中顶楼的工厂一天就可以截获尽薪台币四十万元的订单。 白花花银两的,进账速度直逼流水,而孙叔妹在衣食无鱼,奔驰车接送下也养成没有金钱概念的隐忧。 十四岁时,孙叔妹在爸妈陪同下,北上参加三立新人歌唱排行榜节目。 在21周的比赛里,一路过关斩将稳坐冠军,主办单位三立电视台捧上一纸热腾腾的合约将孙叔妹收编,网罗为旗下歌手。 想起台语歌手男位,孙叔妹最难忘的就是当年唱片公司为了省钱。 上通告的孙叔妹依旧穿起第一张专辑的宣传服上通告。 哪只十四岁的小女生正面临发预期,原本极西的裙子第二年再拿出来穿时,已是露出半截大腿的超级迷你裙。 好不容易,公司千拜托,万拜托求来当年华氏收视率一把照的综艺节目。 眼看录像时间已到,孙叔妹却因为上的电台通告延误了进棚时间。 当年一纸长期卖生气,孙叔妹的父母糊粒糊涂把女儿卖给合约内容极尽刻薄的三例。 直到现在,孙叔妹推出第十一章专辑,唱愁仅有微薄的十一万。 别人总是以为这些年我唱红了,应该是个小富婆,天知道卡带现在哪有人买,哪还有得抽。 原本老板愿意修改合约,但条件是合约时间还得延长一年,因此作罢。 父亲后来投资的事业一蹶不振,转做投机生意,又是个无底洞。 幸好孙叔妹大子的善解人意,让她窝心感动,过去陪着她跑通告荒废学业的大子。 现在半工半读,考上二技继续深造,如今姊妹俩最常做的一件事,就是关起门来,担心父母不晓得又投资什么生意。 会不会又被人倒钱,骗钱? 还是哪天蹦出一大笔庞大债务,孙叔妹这一场,不晓得又得再唱多久。 孙爸爸与孙妈妈对关于孙叔妹讲述他们把女儿当摇钱树的说法时,孙爸爸表示自己不善言词,由孙妈妈代表发言。 孙妈妈很客气地苦笑说,最近家里状况不是很好,绝没有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。 孙妹要存点钱,是我主动提出的,她已经满20岁了,是该留点钱在身边,而且她现在也会固定寄钱回家,多少钱不方便讲,有上万了。 孙妈妈还表示,之前还有黑道,上门要2000万跑路费,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。 据媒体报道,孙叔妹初恋发生在高中17岁,维持了三年多的时间,却因为家人极力阻拦,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。 之后单身超过16年,前两年好不容易又谈了一场姐弟恋,恋情刚萌芽被拍到,却因为对方小她5岁,父亲再度插手反对,使她又放弃了这段感情。 不过,孙叔妹透露,家中并不催促她的婚事,只担心她会被骗,加上本身个性较为封闭,连带影响感情观,面对爱情很理性,觉得单身也好,随缘就好,不会特别憧憬。 孙叔妹从14岁开始,就参加歌唱比赛出道,国中时,曾经在火车上听到几个大姐姐当她面骂,长那么丑当什么明星,为此难过不已。 也正因为如此,日后在路上若有人认出她,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,故意假装大舌头,或是脸歪嘴斜说我不是。 直到有次,孙叔妹被热情的百摊妈妈认出来,她同样否认,却遭对方生气大骂。 你明明就是,为什么不承认?当时,她先是感到丢脸,又不知所措,后来才改变想法。 调试心情,认为别人只是喜欢自己,想打个招呼,没必要去否认。 媒体报道,成功转战戏剧圈,还与金曲歌后孙叔妹穿着短裤。 大秀美腿和一名长相斯文的壮男现身微风广场,壮男不时现殷勤,还主动搂她腰。 孙叔妹也认对方的手在腰间游移,小两口一路开心逛街,最后到影城看电影,全程互动亲密,大放放闪。 不过照片中,孙叔妹男友扶着她的腰,看起来关系已经很亲密。 孙叔妹说,我爸看到报道吓一跳,想说她是谁? 也问我,为什么男生手要放我的腰? 搞笑的是,见报后她才问男友当时怎么把手放她的腰,因为孙叔妹当下浑然不觉,她后来跟我说是,怕我跌倒。 艺人恋爱普遍比一般人辛苦,孙叔妹男友又是圈外人,问她恋情曝光后,男友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? 孙叔妹说,我有问她,要不要就别再继续交往,但她跟我说,不要担心她,她不放弃。 两人目前对感情有共识,虽然工作忙不能常见面,但彼此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 经纪人球球也很开心她,终于有新恋情。 她很懂事,我们的观念,价值观也很相近。 孙叔妹细数被男友打动的原因。 球球也透露在追求过程中,孙叔妹有感受到男生的诚意,强调,她真的是个很单纯的人。 被媒体拍到的照片中,男友看起来和孙叔妹年纪相当,不过孙叔妹害羞坦言,男友年纪比她小五岁,更直呼,我以前是不能接受姐弟恋的。 一直以来,孙叔妹的父母都管她很严,她也曾说好友谢金燕都觉得追她的男生不够好,常挡她桃花。 这次恋爱对象是长辈朋友的小孩,孙叔妹说,我们认识不久,因为身旁朋友都觉得这个男生不错,鼓励我跟他出去走走。 两人约会见光后,孙叔妹父母才知道恋情,尽管已经33岁了,妈妈仍对她耳提念命,要她不能让男生知道家里住啊,也不要跟她单独出去。 球球形容孙叔妹男友是常带着微笑,很有礼貌的男生,巧合的是,男方和女方父母其实有共同朋友,但之前小两口一直没机会认识,爸妈是否有想亲眼看看男友。 孙叔妹有点紧张地说,有啊,他们说要来台北跟男生,还有他爸妈吃饭,但我可能会因为工作太忙,没有办法去。 14岁就出道,孙叔妹其实从小就梦想当歌手,她纯熟地唱腔,让她在12岁参加歌唱比赛时,就一路过关斩将。 出道后,多首筷制人口的歌曲,也让她顺利拿下第16届金曲奖歌后。 除了歌手身份,孙叔妹更是全方位艺人,主持人,演员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如今的她,可以说是越活越年轻。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,就在娱乐白小生,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孙叔妹。 李王罗和孙叔妹在台视八点档,牡丹花开,感情即将开花结果。 她穿着帅气西装,领带上还有上万元的宝石装饰,相当讲究。 孙叔妹婚纱造型典雅,场景看似浪漫,其实拍摄时超糗,因为搞魂头杀正反面,还以为服装师穿反,结果被亏你一定没结过婚。 李王罗也回忆当年结婚时,在饭店席开一百多桌,他说,敬完酒应该都天亮了,所以是统一敬酒,不过是用宫杯。 以戏剧天桥上的魔术师入围金钟影后的台语歌后孙叔妹,虽然最后未能如愿拿奖,但她精湛自然的演技,不仅备受讨论, 还有她颁奖时所穿的一席和身直条纹套装,搭配上动灵美貌与身材,成为网友们疯狂讨论的焦点,更直呼,穿这样根本国中生。 她颁奖时所穿的一席和身套装,搭配上动灵美貌与身材,成为网友们疯狂讨论的焦点。 其实多年来,身材、体重都没有太大变化的孙叔妹,也有一套自己的维持身材心得。 在饮食上不太忌口的她,着重营养均衡,平时会以蔬果、蛋白质为主,也会尽可能自己下厨,搭配清爽的酱料,不仅健康,又能增添饱足感,也不怕摄取太多的热量。 虽然平时工作忙碌,但是孙叔妹只要有空就会播出时间运动,难怪身材维持超好,还穿得下锅小的制服,让网友都惊叹,时间在你身上停止了。 非常热爱跑步的她,也会利用晚上慢跑,还曾经在刚下完雨,就迫不及待出门运动,而跑步也成为她舒压与维持身材的方式。 别看孙叔妹迈入熟灵,她的肌肤状态可是像少女一样娇嫩细致,因为皮肤长期过敏红肿,所以后来改以简约保养的孙叔妹,不仅以橄榄油卸妆, 在保湿乳液的选择上也以成分简单,单纯为主,在工作时也一改过去使用粉底的习惯,只以蜜粉做修饰,长期下来她的皮肤反而比过去更好更稳定,也证明了保养不用多,刚刚好就好,的道理。 1995年,她年仅14岁,就在电视歌唱比赛中,创下连续未免20周的空前记录,因此进军歌坛。 但很少人知道,在那连续20周比赛中,驱动她的并不是过关斩将的成就感,而是不能让家人失望的责任。 我对比赛这件事没什么想法,是最后几周不希望特地来台北的亲戚朋友看到我没过关,才慢慢有了一些压力。 其实,不止比赛,就连唱歌,发片,也都不是孙叔妹主动想做的事。 是我妈希望我学唱歌,她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在女儿身上,之后签唱片约,因为还未成年,也是爸妈帮我做决定。 她淡淡地说,出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孙叔妹都是圈子里年纪最小的那个人,理所当然地被悉心呵护,每次出门总有宣传或助理帮忙打点一切,甚至从来不曾自己掏钱购物。 高中时,有天结束通告后,孙叔妹要赶往阳明山的华岗一校上课,因为是私人行程,现场工作人员叫了辆出租车让她自行前往。 抵达学校后,她很自然地开门下车,却冷不防备司机叫主,妹妹,三百块。 身上从不带钱的孙叔妹,这才发现叫车的人忘了预付车资,只能红着脸说,等我一下,我进去向同学借钱。 之后,她特地买了一个少女心的粉红色钱包,希望类似状况不再发生,但那个钱包里还是没钱,因为没有人会给我零用钱,我也不会主动要。 不主动要求,不抗拒指令,是孙叔妹快速融入大人世界的方法。 我完全没想过,不这个选项,只有从我可以,发展到怎样做让自己比较舒服。 就算高中开始有点叛逆,我的方式也不是直接拒绝,而是说,可不可以不要? 我觉得,自己做不来。 她口中吐出的叛逆,听来仍像是恳求。 虽然试着找出舒服的姿态,但敬业完成工作,努力将每个音节唱得完美的孙叔妹,心灵经常无法平静。 我知道,没有人不犯错,但我太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与眼光,常处于一种很不安的感觉。 她说,无论国内外,总有些从小生活在美光灯下的童心,成年后受困于外在形象与自我一时间的矛盾,与周遭环境激烈冲突。 温顺的孙叔妹,没有这种戏剧化的转折,只是循序渐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出道以来,孙叔妹工作赚尽的每一笔收入,都是由父母亲手打理,但在25岁那年,她主动找母亲促息长谈,表达想自己存钱的期望。 孙妈妈最初的反应是惊讶,自觉不被信任,但在女儿温柔却坚定的态度下,她慢慢接受已经是金曲歌后的孙叔妹,就如同所有成年女性,理应在经济上自立。 26岁生日那天,孙叔妹终于拥有第一笔个人储蓄。 自行运用金钱后,事业上的突破机会也跟着到来。 2008年,一位电视剧制作人,突如其来邀请她担纲女主角,总是怕自己不够好的孙叔妹,本能地抗拒,只想用我不会演戏,而且我很矮应付过去。 但对方一再强调戏剧是可以留下的作品,请她试着给剧组,给自己一个机会。 你们不怕,那我怕什么? 孙叔妹心意横接下角色,没想到演出兴趣,拍戏很苦,可是我第一次觉得工作这么开心,能找到成就感。 她开始四处地履历,视镜,但台语天后的形象太鲜明,转型路,走得并不顺利。 连续三,四年没任何戏约后,总算拿到一个客串机会,之后更因导演找不到合适女主角,决定由她顶替。 获得角色当下,我兴奋地在床上打滚,一位歌后,静音、戏约而狂喜。 她自剖其中关键,唱歌是从小被推出去,工作也一直来,演戏是我主动追求的。 虽然演出邀约不多,但孙叔妹一样努力敬业,如果我没办法让人抽离孙叔妹这三个字,就只能在每个角色下苦心,做我当下最大的努力。 我对工作还是很佛系,不争不抢,等机会来找我。 她说,2020年,导演杨雅哲带着天桥上的魔术诗里,性格泼辣,满口脏话的中年妇女角色点妈找上门,过去只有苦情女子这条细路的孙叔妹,第一时间就点头答应。 尽管进入这个与她真实性格反差极大角色的代价,是成天用尽全力嘶吼,一度激动到额头微血管破裂淤青,收工后总是精疲力竭,但得到的成就也前所未见,首度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最佳女主角。 最终没能抱回金钟奖作,但曾缺乏自信的孙叔妹,难得为自己骄傲说。 我觉得自己被认同是个演员,有被纳入圈子,与其他专业演员是一国的。 她的演出很有爆发力,当然导演的指令明确功不可没,但她吸收转化的能力也非常强。 在剧中饰演点妈丈夫的灭火七月团主唱杨大正观察,孙叔妹在片场永远保持吸收状态,是天生的好演员,只是过去她的演技天分并未被充分察觉。 以前的我了解自己,但看不到其他可能,杨雅哲发现我可以做到这样,我被开发了。 这次的演出经验,让孙叔妹更确定,自己的价值绝不只是迎合他人要求,回归音乐本行也是如此。 她还想做好唱片,但不想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,因此筹备中的新专辑,她就像与她取风截然不同,擅长旁客摇滚的杨大正邀歌。 我开始当歌手的时候,身边工作人员都比我大师几岁,他们都会跟我说,我相信你做得到。 不知不觉我就被这句话洗脑,觉得做不到就是该死,每次表演都会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。 演戏反倒放松,因为我是在经历角色的生活,生活就会有喜怒哀乐,你不会检讨想自然的喜怒哀乐。 现实生活也是。 出道超过25年,孙叔妹终于体会,表演的意义远不只是追求别人肯定,学着诚实,倾听内心真实感受的她,也逐渐找到与自己和谐共处的方式。 孙叔妹常年保持捐发习惯,只要拍戏没有特殊需求,就一直维持不染不烫,已经顺利捐了好几次头发。 她23日开心分享,头发又长到了足够的长度,可以再次捐出。 于是,自己动手把长发剪下,每次收割都是莫名的兴奋感啊。 孙叔妹分享剪发的影片,将已经留到腰部的长发分成几数,自己拿着剪刀,一刀就利落地剪下一束,还愉快地对着镜头展示。 她自信表示,我的头发长的速度蛮快的,只要这中间没有因为工作需求的造型染套,大概一年多就能采收30公分左右,而且发质超好的哦。 孙叔妹捐发捐成习惯,多年来坚持不染不套,直到2020年拍天桥上的魔术师,才首次烫了一颗爆炸头。 但拍完戏后,她又开始认真的仰头发,如今再次顺利捐发,开心誓言如果可以,希望能一直捐,虽然现在长度只剩耳下几公分,但已经在期待下一次动刀捐发的那天。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,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,喜欢视频,别忘记点赞关注,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